326這一題,基本上就是先利用if比對 可是比對完,如果找到啦,那這地方的話 因為我們是希望把,就是找到的 找到的話呢,它是數字,找不到是n啦 把n排在後面,把數字排在前面的話 而且這個排還是從小排到大 所以我可以再用small 去改變為範圍比對 與重新排序,那排序當然從小到大 利用index抓資料,最後的話用ifl去過濾,然後就是把資料分別的帶過來 當然這個方法呢,你會發現複雜度還蠻高的 所以我們後面有改用indirect indirect又必須配合char函數 最後利用vba vba裡面的話,其實就是三個步驟 我發現好像用vba會 稍微更 比較容易理解啦,因為他 其實可以不需要 硬是把公式寫在同一行裡面 你可以分成好幾行,慢慢寫沒關係 然後呢 最後可以再利用那個 worksheet的change 那記得是從工作表裡面找那個worksheet change 工作表如果被變動的話 判斷是不是h2 如果是h2的話 就去呼叫 班級這個sub 那這樣就不需要一個按鈕,你就變動就可以 那 當然其他可以用vb v-run函數去做那個自動代出 功能 另外也可以用vba代出啦 vba部分我會把程式放在這邊 那這邊的話主要利用那個我們尤其像什麼column row index等等這一堆的函數都是檢視與參照 那我想剩下一點時間 請各位開啟那個 就是我們的綜合練習裡面有一個叫萬年曆的練習題 那這一題的話 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 我希望最後看到結果可以是類似像這樣 就是我當我下拉清單 可以 第一個當然你要做下拉清單,下拉清單裡面年 看哪一年 比如2017 的 4月份好了 如果我4月份我自動會跑出 2017年的萬年曆出來 那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 就跟我們這個一樣 那這不是 這個不是說我預先做好 而是 真的 根據 時間 去把那個 一個月曆給跑出來 5月好了 有沒有他自動會 跑到5月 那我看一下5月份 5月份 5月1號剛好禮拜一 我就把 1號放在禮拜一 那 30 這個 5月的話有30天 那我要 總共也知道剛好有 31天 那我就剛好把 這個總 Total的日期 到31以後就不要顯示了 那要怎麼樣產生 這個萬年曆 其實裡面有幾個可能 各位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 你要做這個 萬年曆裡面 第一個你要先做 第一件事情 如何產生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的話 就是 1到 42的表格 1到42的表格 有沒有印象 前面我蠻好做過練習 1234567 你可以用什麼 用column 後面如果要加7的倍數 你可以再用roll 來決定他要加7的幾倍 應該有了 OK 那這個做完之後呢 因為我將來 1不一定是放這個位置 我應該要放在 看這個月份 的5月1號 他是禮拜幾 那我就應該移動到他禮拜幾 應該所在的位置 所以我這邊可能會需要用到weekday 去判斷說5月1號 不是5月1號 是禮拜幾 再把那個 1號放在那個位置 再來呢 一個月有幾天 比如說31天 那我就 顯示到31以後 就不要 31 31以後呢 就把它清除掉 那這個地方當然還有下拉清單 比如說年 跟月 怎麼做下拉清單 那再來底下就是用函數來做啦 那最後其實也可以把它改成那個VBA的方式 當他下拉清單 就自動怎麼樣 把底下的萬年利給跑出來 這個地方當然有兩個部分 請各位 一樣開啟那個 我們的範例檔裡面有一個叫萬年利這個範例好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試試看啦 這個地方有一個 先把那個主要下拉清單 還有 數字表格 最後就是說 把那個日期時間函數裡面 如何抓到 你要 產生的那一個 那個那個年跟月 還有的第1天 然後呢 去抓到他應該放到禮拜幾 並且呢 去知道這個月份有幾天 讓他顯示到那一天為止 那如何做 試試看 下拉清單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把那個年 這些年 建一個 建一個名稱 輸入年 Enter 那這個的話呢 也許輸入個月好了 或者呢 你可以寫固定 因為 一年12個月不會改啦 所以其實你也 甚至 把1到12 用1 豆點 2 豆點一直到12 這樣也OK 然後呢 放在這裡 下拉清單 所以還記得吧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把它改成下拉清單 來源的話呢 F3 那因為剛好建了一個年 所以你就把年放進來 下拉清單就出來了 這個的話呢 一樣 資料驗證 就是清單裡面呢 F3 放一個月 按個確定 月也出來了 但這個地方月 其實除了說 可以這邊來之外 你也可以 這邊輸入 1 豆點 都一直豆點到12 因為一年12個月 絕對不會變了 如果不會變的 那你用 寫固定的就好了 OK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把這兩欄給隱藏起來 我的放這裡有點怪怪的 好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1到42 還記得吧 第一個先插入一個column 所以檢視裡面有個column 它會參照到你現在所在的欄 所以你向下填滿 它全部都 1到7 對不對 那可是呢 如果你希望呢 下面加 1倍 加2倍 加3倍 那是 7的1倍 兩倍 所以你可以 後面呢 前面 其實我就是 強調說 其實這邊 甚至可以把它當公式 為什麼 因為這個 加上什麼Row 用Row來決定倍數嘛 就把 你現在所在的列 第三列 剪掉 記得先刮鬍起來 為什麼 要先剪掉之後 再去乘上它的倍數 7欄嘛 所以乘上7 打勾 那你會發現 1到7 一樣 向下就加1倍 2倍3倍 OK 總共會加 5倍 那就42了 OK 所以 一個表格先做出來 做完之後你還需要知道什麼了 當它這邊 輸入一個 比如2017好了 假如說4月份 那我就要知道說今天 這個日期的第一天是哪一天 所以 你可以用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 再來就是日期函數 裡面有個Date函數 前面有講過 年是這個 月是這個 再來Date 1 意思就是說 這個月的第一天就這一天了 4月1號 那這個下個月的其實不用啦 我是覺得 直接來看本月 這個月有哪 其實應該是本月有幾天啦 或者本月結束日好像 比較有點 不太能 所以這裡其實就 這個月有幾天 那這個月有幾天其實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插入函數 利用那個裡面有一個叫做 這個 End of month 不知道各位沒用過 就是這個月 的最後一天是哪一天 EO就是 End of month OK 所以你就按 把這個今天 的日期給它 然後月份輸入0就可以了 也就當月 按確定 它回來會是一個 日期啦 不過它因為預設是 通用格式把它改為 什麼 改為一個 日期 它就是4月30 那實際上我們要的不是4月30 我們要的是 他 30這一天 30就是年月日 所以你可以把 把 這個減下 插入一個函數 利用什麼 Date函數 YMD 如果你要取的是日的話 那就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這個時候呢 記得再把它轉為什麼 通用格式 就30天了 OK 那也就 我們已經知道30 所以30以後的 不要出現 但是第1天 不應該在這裡啊 應該在哪裡呢 如果它是 他如果 weekday有沒有 我前面講過 如果是1的話 那就放第1個位置 2的話就放第2個位置 所以第1天的位置你可以用weekday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 也是日期時間 那weekday 把 這一天 放過來 7 所以7的話應該在最後 OK 那也就是 我們把位置挪動 到7 不過特別之后 你挪動的話呢 其實只有挪動 它原來有1嘛 你 移動到這裡其實只有移動6而已 它原來的1你要補上 所以 如果你要把這個東西 最後公式做出來的話 就是 column後面有沒有 把它怎麼樣 column這個地方 剪掉 這個 第1天的位置有沒有 記得把它按F4 鎖起來 因為等下向右向下 加1 記得把1加回來 因為它本來有1喔 你不要 把它全部扣光光 再來的話呢 打勾之後 你會發現喔 向右 1出現了 向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第一天沒問題了 但是30天的話 我要怎麼樣剛剛好 可以把那個30以後的把它取消掉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需要用到那個 邏輯函數判斷 把這個公司再減下來 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把這個地方加一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的話實際上就是把這個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 要怎麼樣剛好 所以有邏輯有兩個 一個是 要把什麼呢 小於1的 不要顯示 第二個 邏輯是 大於 30的也不要顯示 所以一個格子裡面要放兩個邏輯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用偶 錢掛斷 第一個邏輯是 如果呢 把剛剛的東西剪下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如果這一串東西的結果 假如呢 它 是怎麼樣呢 小於 小於 1的話 豆點 或者是什麼 這個的結果 大於 30的話 這兩個 等於是 小於1 那就是0 如果大於這個 這個記得L3 記得把它鎖起來 F4 那你就怎麼樣 把這些資料通通清空 注意啊 後面少一個刮斧啦 尤其是偶 我這個 偶爾 因為我放一個 一個公式 再一個 再一個公式 記得這個地方 要把它 補一個後刮斧 剛剛漏掉了 所以會有紅色的字 那F4的話反之就把剛剛的東西再貼 貼回去啦 所以你會發現呢 我剛剛其實只是把 做好的東西 貼一次 做邏輯判斷 再貼一次 第二個邏輯判斷 最後第三個 把這三個貼上 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說是小於1的 全部清空 大於 這個 30的 應該也是會清空了 放開 你會發現 那也就是說 其實以後呢 如果你向下 5月的話呢 其實他應該也會是5月正確的 而且31天 6月會不會是正確 基本上 應該都是會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他實際上是由抓 我們的這個日期 去算出 他總共有幾天 然後呢 第一天的位置 剛好就是在 week day 所以這個理論上 萬年曆你就做完之後 他就會顯示正確 所以OK 那剩下時間給各位練習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是 萬年曆這個部分 大概就 把這個 函數部分解出來 那VBA部分 當然雲端上面 我也有放了那個 最後完成的程式嘛 所以 我想細節部分的話 請各位 再 把那個 這個 VBA部分 再試著把它完成好了 那下個禮拜是 最後一周啦 所以 如果說 你對於某部分的 可能範例 你比較有興趣的話 那也許 那你再跟我講一下 如果沒有 那我們就把 後面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覺得比較像 大家 錢好像比較 用比較多 像銷貨單 銷貨單其實也有像 自動帶出資料 還有 填完資料 可以自動把資料 把它存起來 這部分 也許我覺得銷貨單 也許回去可以先看看 那今天的話就 先到這裡好了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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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了 了